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他们当然不理解 他们并不认为专政只是战时的 雅各兵派雅各兵专政 大家知道后来不久就失败了 很多民粹派都很惋惜雅各兵专政的失败 而且他们解释说 为什么雅各兵派雅各兵专政会失败呢 他们说那是因为雅各兵专政在法国 被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立宪制度打败了 那是因为法国的资产阶级力量很强大 这是后来民粹派思想家集合米罗夫的话 他说在那里由于资产阶级的力量 专制的人民统治事实上没有建立起来 他说但是我们俄国就不一样 我们俄国资产阶级很弱小 因此法国的人民专制失败了 但是我们俄国的人民专制是会取得胜利的 因为我们俄国的资产阶级很弱小 就是用列宁后来的话来讲 叫做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 那么这个人民专制是一定会取得胜利的 那么显然呢 这个所谓人民专制不同于马克思讲的 马克思讲的无产阶级专政 不在于人民不同于无产阶级 而在于专政不同于专制 马克思讲的专政 理由是统治者不给无产阶级民主权利 因此无产阶级必须以暴抗暴 而特卡乔夫在那里 专制的理由却是多数人比较落后 因此先进的少数必须对他们实行强制 那么既然专政仅仅是与战争有关的 那当然它是一个战时的现象 而专制就不一样了 专制就像波斯帝国 就像罗马帝国 它是一种正常的状态 只有在什么情况下才能够取消专制呢 只有在人民被改造成了 那个和先锋队一样的先进分子以后 这老百姓足够先进了 那么按照民粹派的理论 那就可以不搞专政了 就是这个所有的人都成了先进分子了 像这样的 最革命的人民专制理论 老实说距离真正的君主独裁 只有一步之遥 所以有时候极左和极右是非常接近的 并不是温和左派更容易变成极右派 而是极左派最容易变成极右派 这种最革命的人民专制理论 与真正的君主独裁 应该说只差一步 而且这一步是很容易被夸业的 我们知道民粹派 当年为了反对撒谎 搞了很多恐怖主义的行为 什么谋刺啊 发动起义啊 到人民中去啊 什么等等 民粹派当时很多人都热衷于发动人民起义 是吧 这些人都那个那个那个脱下长衫 穿上农民的服装 跑到农村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是吧 而且以越越土越好越脏越好 是吧 甚至最好是表现得比农民还要邋遢 那才是先进的 是吧 这个这个 当时他们确实也是很 我觉得也是很可贵 是吧 很多人是吃了很多的苦 受了很多的罪 是吧 但是这一场运动 后来失败了 是吧 大家知道俄国的历史啊 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在很多知识分子狂热的发动革命的时候 当时的老百姓对革命都是没什么兴趣的 是吧 到了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告别革命的时候 老百姓反而变得非常激进 是吧 这个这个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是吧 那个民粹派他们到农村去发动农民革命 结果都被农民告发了 是吧 这些农民都纷纷向警察报告说 啊 这是城里来了一帮莫名其妙的疯子 是吧 在那里煽动我们造反 是吧 你赶快把他们抓起来 是吧 然后这些啊 这些 这些民粹派就纷纷被抓 是吧 然后被抓以后啊 他们先是失望 是吧 后是反省 怎么反省呢 就说俄国的老百姓真是不可救药 是吧 而那个 而西方的这个民主又很虚伪 是吧 那怎么办呢 是吧 那人民专制既然搞不成 是吧 那么我们还不如两害相权取其亲 我们干脆支持沙皇来 呃 那个那个 抵制西方的虚伪民主 是吧 于是 很多这个民粹派在 呃 一些民粹派啊 在极左的恐怖行动失败以后 是吧 很快就转向极右 是吧 其中最有名的两个人啊 一个就是 那个呃 民粹派 当时被号称是 民粹派中最激进的恐怖主义者之一 激活米罗夫 他原来是在国内参加了多次的针对沙皇的谋刺活动 是吧 民粹派失败以后 他流亡西方 是吧 而且在西方也是呃 海外呃 民粹派流亡者中 一个激进派的呃 领袖 是吧 呃 曾经主编过民意导报 就是那个民粹派在国外的最主要的报纸 但是 这个呃 民粹派在国外啊 当时社会民主党也一样 凡是政治侨民几乎都差不多 在在海外总是有很多很无聊的事 是吧 而且也做不成什么事 那么在海外待了几年以后 他们都觉得很没意思了 是吧 于是有一些人呃就要改变了 是吧 那个呃 呃 吉霍米罗夫呃就发表了一篇文章 叫做 我为什么不再做革命者 呃 就说啊 说我永远是俄罗斯民族的呃 呃 那个捍卫者 而且我永远是一个集体主义者 我最不能忍受的就是个人主义 呃 本来这个集体应该是由这个呃 呃 我们来代表的 现在看来这个老百姓呃不太认可我们 老百姓认可皇上 那么这个呃 现在这个个人主义的西方瘟疫 严重的威胁了呃 呃 我们俄国 那么在这个背景下 我要支持皇上呃 呃 去对抗呃 西方的个人主义瘟疫 然后他就呃 就就就就就跑回来 是吧 跑回来写了一篇后写了一本后后的书 叫做呃 君主治的真理 是吧 是一本三卷本的一本大后本子 呃 呃 被被称之为俄罗斯专制主义的 那个最后的一本呃 理论著作 那么这本著作啊 呃 里头就讲 说西方民主是最可恨的 人民中的多数又如此愚昧 那么既然他们没有响应人民专制的号召 那还不如两害相权取其轻 宁可让他们在沙皇的领导下 抵制资产阶级的虚伪民主啊 那么这种说法 当时就被 普雷汉诺夫和列宁这些马克思主义者 呃 加了一个头衔 叫做警察民粹主义 是吧 是是是是 警察式的民粹主义 这个警察民粹主义的大腕 吉霍米罗夫 早在写这篇我为什么不做革命者的这篇文章 之前十年 他就已经表达了这个观点 说西方的政党政治是有害于人民群众本身的利益 立宪制是资产阶级组织的工具 它产生的代议制政府只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机关 而按照我们人民的意志最高政权是全民的 而绝不是资产阶级的 只是靠了这样的信念 撒谎才能存在 为什么能存在呢 因为撒谎多次讲过 是吧 俄国的一切是为弱者而存在的 是吧 因此是吧 他说啊 对于人民来说 在两害中间 专制的撒谎 毕竟比立宪的撒谎要好些 是吧 为什么要好些呢 因为只要搞了立宪 是吧 这个撒谎就容易受到选民的影响 而选民往往都是资产阶级 是吧 最好这个撒谎是一个杀气腾腾 谁都不听的 是吧 那么这个人 他可以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上 为所有的人主持公道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 那么在他之后 这个撒中懦夫 又说 这个人最早也是个民粹派 后来变成了个黑帮分子 是吧 这个黑帮就是 我们文革的时候用来指责走资派的一个词了 实际上这个词最早是一个俄国词 是吧 这个词其实真正的质疑应该是黑色百人团 实际上是我前面讲到过是当时俄国的一个极有组织叫做俄罗斯人民同盟的一个俗称 是吧 人们当时把俄罗斯人民同盟的那个暗杀组织叫做黑色百人团 把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暗杀组织叫做红色百人团 是吧 那么也就是黑帮和红帮 那么 这个撒中懦夫他早期是个民粹派 后来变成了个黑帮 是吧 那么他就认为啊 说这个 这个西方的民主 是很虚伪的 是吧 因为选举 只能导致富人上台 是吧 这个富人上台很不公道 他们会那个欺负穷人 是吧 那么 是吧 那么欺负穷人 是吧 那还不如啊 要有一个 以一个高高在上的撒谎来领导我们 这个撒谎 凌驾于所有人之上 既高于穷人 也高于富人 是吧 他会对啊 所有的人都公道 是吧 穷人和富人都一样 是吧 那么这样的说法 当时在俄国 相当流行 是吧 那么 反驳这种说法的人是谁呢 就是当时俄国的社会民族主义者 是吧 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者 是吧 大家知道 马克思主义者啊 他们的自称 在不同的时代 是有 不同的 那个说法的 是吧 在1848年前后 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 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 从来不说 他们是社会主义者 而且当时讲的社会主义 有一个特质 就是 尼特林 拉萨尔 像这样的人 被叫做社会主义者 他们一直是自称 共产主义者 有时候 他们会自称 是民族主义者 但是他们并没有自称过 是社会主义者 是吧 但是到了第二国际时代 社会民族主义者 就逐渐成为 当时所有马克思主义者的自称 是吧 早期的列宁 也一直都是这样 是吧 你只要看看 列宁的很多文章的题目 是吧 就是什么是人民自由 以及他们如何攻击 社会民族主义者 是吧 社会民族党人 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是吧 所有的这些文章 讲的社会民族党人 社会民族主义者 都是指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当时跟俄国 西方社会主义者 社会民族主义者 和马克思主义者 这三个词 基本上就是同一词 是吧 那么俄国社会主义者 和社会革命主义者 和民族主义者 这三个词 也是同一词 那么当时的 这个马克思主义者 他一开始 就是从民族派决裂出来的 而决裂的标志 就是要捍卫政治自由 俄国马克思主义的 第一篇文献 就是普雷汉诺夫写的 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 是吧 这篇文献 主要论证的 就是政治自由 对于无产阶级来讲 比对资产阶级更重要 是吧 就是反驳那个 政治自由 只会导致 资产阶级上台 这个说法 是吧 那么后来 普雷汉诺夫又写了 大家知道 在俄国马克思主义 史的那个发展的历程中 有三篇文章被列宁称之为 教育了整整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 是吧 我们可以套用文革的语言说 这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老三篇 是吧 哪老三篇呢 就是普雷汉诺夫的 这三篇著作 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 这是第一篇 第二篇是 我们的意见分歧 第三篇是 论议员论历史观之发展 这三篇文章 除了最后一篇 比较形而上 讲的是哲学 前头两篇 大量的都是谈的 政治自由问题 都是谈的 对人民专制的 批判 是吧 那么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 他们与民粹派决裂的标志 就是以争取政治自由 宪政民主 来驳斥人民专制论 是吧 那么 普雷汉诺夫 在我们的意见分歧中 就明确针对 刚才我讲的 车尔尼学夫斯基的 这个观点 是吧 他讲 是吧 这个车尔尼学夫斯基说 是吧 说抽象的权力 是不重要的 重要的是以 无论什么手段 来实现均贫富 普雷汉诺夫 争锋相对的讲 自由主义者 所忙于争取的 抽象权力 正是人民发展 所必须的条件 西方式的计则 西方式的议会政治 不仅是资产阶级的组织工具 而且也是另一阶级 也就是无产阶级的组织工具 那么车尔尼学夫斯基提到一件事 他说啊 1850年 有人做过调查 问法国的老百姓 说啊 你需要不需要言论自由 你喜欢不喜欢民主 法国的绝大部分老百姓说 我们不需要 我们要吃饭 什么等等等等 那么这个 车尼学夫斯基就讲 可见这个自由民主 这些东西都是很虚伪的东西 老百姓需要的就是军贫富 是吧 那个普雷汉诺夫就反驳说 是吧 他说啊 1850年 欧洲之所以出现 宪政民主进程的倒退 人民之所以出现 一定程度的政治冷漠 并不是因为 穷人把自由权利 看成是一钱不值的 允许用今晚吃饭的权利 是吧 他说如果是这样 你怎么能解释 统治者要这样残酷的镇压 1848年革命呢 是吧 为什么要镇压这个革命呢 那就是因为 这个权利非常重要 因此统治者 不让老百姓 拥有这种权利 是吧 正是因为这种权利 极其重要 反动势力 才在1848年革命以后 大肆摧残民主 剥夺了人民的一切 所谓抽象权利 人民被反动势力 打击得晕倒 失望与颓废情绪滞掌 因而处于暂时的麻痹 和对社会问题 缺乏兴趣 是吧 因此 同样从这样一个调查 赤尔尔尼学夫说 这证明了自由民主很虚伪 这个普雷汉诺夫说 这证明了社会民主 恰恰非常不虚伪 人民正是需要 要这个东西 如果没有这个东西 其他的一切都谈不上 争取政治自由 是社会主义者的当务之急 那么针对所谓 人民专制 可以均贫富 因此 由于富人的民主 当时的民粹派 有一种说法了 说这个民主 不民主不重要 重要的是不是均贫富 西方 由于他的贫富是不均的 所以他的民主 也是虚伪的 普雷汉诺夫 当时就讲了一个 相反的道理 是吧 他说啊 由于你是不民主的 因此你的平均 才是虚伪的 是吧 由于你是不民主的 你是不自由的 因此你讲的平均 才是虚伪的 是吧 正好把这个逻辑 颠倒过来了 是吧 与其说 贫富不均条件下的 民主是虚伪的 物宁说 在缺乏民主条件下 的平均 或者专制条件下的 公有制 社会主义 更要虚伪的多 为什么呢 因为 普雷汉诺夫讲了一句话 人民政治上的专制 绝不能保障 他们得免于 经济上的奴役 他说 俄国专制条件下 有所谓的春色平均 有所谓的劳动组合 所谓劳动组合就是 集体农庄 是吧 大家知道劳动组合 这句俄语词叫做 阿尔特里 阿尔特里 就是后来苏联 集体农庄的正式称呼 是吧 苏联后来的集体农庄 当时的 那个标准的 制度 当时的名称就叫做 劳动组合标准章程 是吧 这个阿尔特里 应该说是俄国的一个传统 就是大家一起 集体劳动 是吧 这就叫做劳动组合 就是那个所谓阿尔特里 是吧 他说 春色平均和劳动组合 乃至共耕制 在俄罗斯专制的条件下 只不过是什么东西呢 是那种最反动的 普鲁式的皇帝国王的国家社会主义 是靠刺刀和鞭子 强迫农民实行的供耕 或者普雷汉洛夫说的更严重 是吧 是古代印加帝国 或者古代中国式的 在共产主义基础上 革新了的皇帝专制 是吧 这里我要提到 他讲古代中国式的显然 是处于所谓亚西亚生产方式理论的 那个说法 至于中国古代是不是有共产主义 这个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是吧 只是当时的很多马克思主义者 都从 都从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马克思那里接受了一种观点 就是这个 东方都是没有实有制的 都是实行那种公有的 因此普雷汉洛夫讲 当时策尼学夫有一句话了 说英国没有什么可羡慕的 因为英国虽然有民主 但是他们贫富不均 他说我们俄国的西伯利亚 都要比英国要先进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西伯利亚有攻势 有那个平均 有那个集体主义 普雷汉洛夫 针锋相对的讲 如果拿有民主 但贫富不均的英国 和有专制 但是有攻势的西伯利亚相比 毫无疑问 英国要比西伯利亚进步 早期的列宁 同样也是这样说 他说专制下的平均 只是一种虚幻的经济利益 列宁明确讲 那种为了虚幻的经济利益 而离开争取政治自由 这一俄国社会党人 最直接最重要任务的图谋 实际上就是背叛 也就是说 以争取平均 争取集体主义 为理由来否定民主 这就是背叛 那么针对当时所谓的 政治自由只能使资产积极掌权 是吧 等等等等 是吧 呃 这些话 啊 说那个 呃 呃 呃 民主选举只会选出富人 富人统治穷人 很不公道 是吧 还不如一个撒谎 撒谎不是选举的 因此他对富人和穷人都不在乎 是吧 他是高居于所有的人之上 对所有的人主持公道的 是吧 呃 列宁说 这种话完全是撒谎 啊 列宁下面讲的这段话 就很有意思 是吧 恐怕他比所有的自由派 对西方民主的描述 还要更加浪漫 是吧 呃 列宁说 啊 列宁大致上 我这里没有引 他说那个 这句话完全是撒谎 谁都知道 俄国的公政是怎么回事 他说 可是在欧洲 其他一切国家中 呃 这句话就有点说得太过分了 因为当时并不是 欧洲其他一切国家 呃 都那么民主的 他说 在欧洲其他一切国家中 工人和雇农 也能参加国会 他们在议会上 大声控诉 呃 呃 呃 痛苦 号召大家起来 为这个工农的解放而斗争 没有一个警察 感动他们一根毫毛 其实老实说 当时欧洲大部分国家的民族 都还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 是吧 但是呃 当时这个 当时这些人呢 就是你讲西方民族虚伪 他就跟你急 是吧 就是这么一种状态 是吧 那么后来当然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呃 最有趣的是 在呃 1890年代 当时的俄国马克思主义 很明显的是和俄国的自由主义 站在一起 对付民粹主义的 呃 关于这一点呢 普雷哈诺夫曾经讲过两句话 他说我们和自由主义反对派的关系 是什么关系呢 是吧 是分开走 一起打 也就是说我们和自由派 和自由主义反对派 虽然是两回事 是吧 但是我们有共同的敌人 是吧 这共同的敌人就是反对专制主义 是吧 但是我们和民粹派就不是这么回事 是吧 民粹派意味着什么呢 普雷哈诺夫又用了一句谚语 这是克雷洛夫的话 啊 叫做 敌人的话 一定是错的 也就是说民粹派 没有什么妥协的余地 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错的 是吧 那么啊 可见当时的这个马克思主义者啊 呃 他实际上是所谓自由民主原则的捍卫者 是人民专制的 呃 不妥协的批判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